一幅幅素描作品细腻动人 这些画出自高三学生毛明豪笔下 这个反差按量称着他的按 你这个按不够按 在老师指导下明豪用心作画 他说每一幅作品都投射当时的心情 遇到一些什么坏事的话 可能就会带一些比较郁闷的心情来画 然后就是按照心情画出来画 感觉可能也不太相同 学画五年多 遇到低潮就观摩同学的作品 看他们画得很好的样子 只有自己也会想说尽量试看看 看能不能跟上他们 或者说超越他们 毛明豪来自单亲家庭 姐姐出外念大学 她跟外婆母亲同住 明豪平时会帮忙家务 分担母亲辛劳 除了绘画 她的学业成绩也非常好 不让母亲操心 从学业方面 生活方面 自力自强 然后将来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帮助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这回参加慈善联合美展 明豪觉得有点害羞 他谦虚地说 有些作品还不够成熟 自己现在来看 的确会有点不尽力想 也算是一种成长的历程吧 不过老师对他相当肯定 也很鼓励他 希望说他对绘画这个区块那种初衷 能够持续保持 将来希望他们在这个区块能够发光发热 这次要参展 我们非常鼓励他 觉得他很棒 他现在就觉得 好像比以前更活泼 更活泼 明豪明年就要上大学 他期许自己发挥绘画专长 未来朝设计方向努力 画出自己的一片天